这是iPad mini 这也是iPad mini 一台是三年前的mini 6 一台是最新的mini 7 但光看万关的话 你能分辨哪台是哪台吗 反正我们工作室小伙伴问了一圈 基本是很难判断 熟悉的屏幕黑边 熟悉的顶部指纹解锁 熟悉的6摄子高刷LCD 甚至上代iPad mini 6的保护壳 套在新一代mini 7上 竟然严丝合缝 当然如果你仔细找查的话 还是能发现一些细微差别 比如说mini 7背板的标识 从iPad变成了iPad mini 下方的小字也从三行变成了两行 另外同样是紫色 mini 7的颜色会偏浅一些 新增了浅蓝配色 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 你用的是新款iPad mini 那么基本就只能买新配色 加透明保护壳了 最近这两年 安卓手机的电池容量 是一年比一年大 比如说现在6.3英寸左右的小屏旗舰 都用上了5500mAh级别的电池 但对于iPad mini来说 有种电池技术被质子封锁的即时感 8.3英寸小平板 5034mAh 对比三年前的mini 6 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我们也是识次了一下 两板尼特亮度 B站视频循环播放的成绩 7小时41分 在我们的平板续航数据库中 处于金字塔底端 充电功率这块 实测还是16-18W左右 15分钟快充电量是3.65W 完整充满需要两小时零一分 是远远落后主流安卓平板的充电速度了 It'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 既然这外观没啥变化 电池快充也还是老样子 那么今年iPad mini 7 到底更新了啥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代mini 6最大的槽点就是 竖屏使用 鼓动屏现象非常严重 信息率来回滑动 基本就是短短的这个效果 这点在mini 7上有明显改善 只要不是快速来回滑动 表现的基本算正常 但有一说一 2024年60Hz LCD设备 竖屏刷信息流是真的有点难受 相对于高刷LCD 感觉文字脱颖会比较明显 甚至屏幕的亮度 实测还是老样子 6个区块平均只有456nit 连500nit都不到 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写写画画 手上刚好有二代笔 那么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iPad mini 7只是最新的Apple Pencil Pro 和USB-C版本 二代笔属于是直接连不上 原本我以为今年iPad mini 7 核心SoC这款 大概率能上个A18 毕竟按照苹果这等级森严的产品策略 Pro后置的处理器 应该都是给Pro后置的机型使用的 结果呢 mini 7用了上一打A17 Pro 要是这满血A17 Pro到底还行 再仔细一看呢 GPU从6核腌高到了5核 Gate Bench 6 CPU测试环节 mini 7单核是2931 多核是7347 对比三年前的mini 6 单核提升34% 多核提升约32% CPU性能依然要比安卓正应的8进3 更强些 3DMark WideLife GPU跑分84帧 对比mini 6提升约30% 和两年前的8进5开水平 那么从mini 6到mini 7 游戏实测环节 到底有多少提升呢 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原神 两台平板的游戏渲染分辨率 都是1080p 20分钟跑图 mini 7平均是59.4帧 但mini 6也是59.4帧 不过功耗方面 mini 6要更高一些 一个是6.2瓦 一个是6.5瓦 另外从帧率曲线来看 mini 6会偶尔出现一些掉帧 mini 7整体会更稳 但是在这个环节 无论是测试数据 还是实际体验 差距确实很小 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了一下 iPhone 15 Pro Max 最新系统版本的原神表现 虽然说满水A17 Pro GPU多一盒 但是和mini 7相比 iPhone受限于菜籍的性能释放 实际帧率依然是不如mini 7来得稳的 游戏过程中 屏幕还出现了强制降亮度 不过功耗比较低 只有4.7瓦 新铁黄镜的时刻 mini 7渲染分辨率 要比mini 6高不少 最高档位 渲染分辨率是来到了2266x1448 实际画面精细度 那是真的非常高 但是玩起来也是真的卡 平均只有28.9帧 整机光是6.9瓦 机身最高是43.8度 把渲染精度降到非常低之后 mini 7的实际渲染分辨率是1152P 实际渲染像素量 依然会比mini 6高个13.8% 进入游戏能够短暂获得 20秒知难了的buff 但之后 帧率就开始全程大幅波动了 平均只有38.3帧 功耗还是6.9瓦 mini 6在最高渲染精度下 依然是1080P 平均是30.4帧 理论上 mini 7即便是降到1080P渲染 黄镜的时刻 顶多也就跑个40几帧吧 至于这个iPhone 15 Pro Max 那分辨率就更低了 只有747P 平均帧率46.5帧 整机功耗依然只有4.7瓦 并且同样出现了屏幕降亮度 游戏环节来看 mini 6能跑得动的游戏 mini 7会更稳些 而mini 6跑不动的 mini 7基本也难以达到流畅 并没有什么质的提升 我觉得核心原因有两点 一个是从A15到A17 Pro 苹果每年的GPU升级力度 本身就不大 而mini 7上的A17 Pro 又在GPU上砍了一刀 30%左右的性能提升 从换代角度来说还不错 但是放在三年这个尺度上去看 就跟便秘了一样 参考安卓阵营这边 骁龙 8到A17 Pro同在的8进3 三年提升了86%左右 而且从mini 6到mini 7 机身的解热能力 可以说是一点都没变 还是7瓦的上限 对比iPhone依然是强不少 但也就调度积极点的 安卓旗舰机水平 如果能像拯救者Y700那样 整机性能释放到10瓦左右 那么即便是阉割版A17 Pro 也能够进一步和mini 6 拉开游戏体验差距 性能层面 差距最明显的 反而是内存这一块 要说现在苹果手机 AI这块最大的作用是啥 软件层面 反正国行都用不了 体验提升的约等于零 但是苹果Intelligence 最低要求的是8GB内存 还是能够让新mini 吃到一些硬件buff的 要不然按照库克的刀法 大概率就是6GB内存了 实测20个应用两轮打开 新mini重载了一个 而4GB内存的mini 6 则是有一半用都进行了重载 多任务体验这块 新mini会更加游刃有余些 体验完mini 7之后 这款产品给我的感觉 实质无畏 气质可惜 它相对于3GB的mini 6 可以说是升级了 但没有完全升级 一样的外观 一样的电池 一样的快充 虽然说换了处理器 但受限于整机的性能释放 阉割的GPU 以及6Hz刷新率 显然无法像当年一样 成为游戏小钢炮 毕竟像吃鸡王者这类游戏 用6Hz屏幕玩 那还不如手机 能够感知的升级 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果冻屏问题 有大幅改善 另外一个就是8GB内存 带来了更好的多任务体验 其他就没有了 可能正因为这款产品 太过挤压膏 就连苹果自己 也没把这台新mini 叫第7代产品 而是叫做iPad mini A17 Pro 所以如果你手上 已经有一台mini 6了 那么这台mini 7 我觉得其实没啥升级的必要 不过有一说一 平板小钢炮这个领域 可选的是真不多 香不香还是得结合价格来看 如果你喜欢小平板 可以用果补的价格入手 新mini 7 那么我觉得还是OK的 毕竟这次起步容量是128GB 不像mini 660 4GB 那么反人类 除了性能本身 iOS对平板设备的维护力度 也算是mini 7的一个优点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 加个关注 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大家再见 拜拜